很多人說他是喜劇泰斗 台灣的國寶一代校將 但是在我們心目中 他是我們最好的爸爸 因為爸爸生前比較喜歡低調 所以我們今天只有假期 也沒有去辦公集 沙瓣 再辦 我是怕世人的眼光來看我 你這個兒子是怎樣 爸爸才皇宮才出名 你才 就是辦的 假期而已 我跟爸爸感情太好了 我知道他想要什麼 嗯 太多人攻擊他 我相信他也沒耐心在那邊等 嗯 我跟他感情 可以說父子兄弟朋友 他命名之中注定了很多 他選擇在母親節的隔一天 那孩子們第三天都回來慶祝 他都看到孩子都團圓在身邊 然後就突然走了 而且他選在疫情 我們最空檔的時候 服務業最空檔的時候 很多人說他是喜劇太陡 台灣的國寶 一代校將 但是在我們心目中 他是我們最好的爸爸 最顧家的 最疼老婆的 那 雖然待會就要送出去了 但是他 我相信他的精神一直在我們家族裡面 而且 是 最顧家的 最疼老婆的 但 內心非常非常的不捨 今天是最後一天他在家裡面 是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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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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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